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待在自己的小厨房 不慌不忙的坐着早餐 今天突然想吃清汤面 尝尝新买的菜篮手盐浓絮面 切点葱花备用 我发现用鱼豆腐煮面会有一点点鲜 先烧过开水 把冷冻的鱼豆腐直接放进去 再来调一个面的汤底 酱油切完不要放多了 不然就会得到一碗酱油汤 这个面条特别细 只要煮40秒就可以出锅了 羊两勺面汤放入碗中 洁白如血 细如发丝 尝一口汤 特别咸 我们的早午餐就做好了 在秋日的早晨 吃上一碗温暖的龙须面 鱼豆腐的鲜和面条的软搭配起来 特别妙 昨天宋娃上学的路上买了一束花 已经醒了一夜 给她查到花瓶里 老公带回来一盒月饼 娃娃看到了 就对我随口说 妈妈 这下你的下午茶又可以开张了 还丰盛不少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也开始期待在日常生活中 我给她带来的一些仪式感 幸好有她提醒 总是能记住那些忙碌的过后 需要慢下来的日子是多么的可贵 生活呢 本来就是一手柴米油盐 一手诗和远方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日常仪式感的能量 有时它甚至会是我们需要的温暖 随手做了两款饮品 摆上水果 切一点月饼 黄流星 外层咸到黄蜂味 略有一丝咸香 一个还没回味过来 又打开一盒黑松露 层次更为丰富 再来上两杯清茶 一张餐桌 一份美食 舒适轻松 让下午茶变成一种仪式感 便可感受生活的温度 满满的幸福感 生活就像手中的月饼 岁月是皮 筋力是线 汇聚了各种口味 就如同生活一般多姿多味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恰好喜欢我的分享 不妨给我点个赞 让我知道你来过